我是伊惠 伊是OK 我是一個說台語的人 但是今天要帶大家來實在 客家無法 我們要帶大家來一個全台灣 最大的客家傳統市場 地黨市場 對我走 竹東市場是全台最大的客家市集 東西五花八門各種類型都有 連街頭表演都有 還有公平秤 讓你買東西不吃虧 這炸菜今天沒開 但沒有關係 請大家記得炸菜叫做 琳琅滿目的傳統小吃 每一樣都讓我蠢蠢欲動 今天要先帶大家吃哪一道呢 我們吃的這家店是不得了的 啊 不得了啦 超米太木 這家店是我心心念念的超米飯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吃到它了 我吃一次我就覺得難以忘了 那一天妳傳給我那個檔案 在那個網址 看那照片我整個紅掉 那邊是這個 什麼 妳可以開這個 這個喔 這個喔 這個是這個 發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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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客家人正宗的 喔 哈哈哈哈 好 阿婆是普羅籍的哈 喔啊 不要 不要那個小看阿婆啊 阿婆以前也 也拍照啊 也攝影嗎 他在教人拍照怎麼拍 喔呦喔 阿婆那麼厲害 很小看阿婆喔 哈哈 現在我要來吃個米細貓 哈哈 現在我要來吃個米細貓 我無法避免這個醋 我被音樂帶著走啊 這個米細貓很Q喔 而且它裡面有這個韭菜 然後還有肉燥 紅蔥 整個味道非常的香 一開始我看到這一個米苔木的時候 我真的想說 好的我覺得背景音樂非常的大聲 他的米苔木想說 吃起來可能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我對米苔木的想像 對 就白白的 就是白白的沒有什麼味道 對 可是他完全不會 他真的是那種 就是妳吃到很好吃炒麵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很夠味 我甚至覺得它是比炒麵還要夠味的味道 而且因為它很Q嘛 很有嚼勁 你就是會越夾越帥的感覺 對 嗯 好吃好吃 這個是剛剛呢 老闆娘說 如果我們有想要加辣瓜 可以加他們自己特製的辣椒醬 一點 哎呀好 就吃了一罐 欸很好吃欸 我推薦大家一定要加這個辣椒醬 我覺得好搭喔 怎麼那麼搭啊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爆漿 黑腸爆 要爆漿了 爆出來的 對爆出來的 爆出來的 爆出來的 好好好 我先拍我待會給你錢好不好 好 爆來就有了吧 爆火 咦 有耶 再來 再來是不是 再來再來 噢這樣這樣阿姨好專業 阿姨好專業 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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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來 流出來了 這裡最棒 黑糖爆漿包咬下去 撲鼻而來的就是那香甜的黑糖味 而且黑糖最棒的 就是甜而不腻的香气 搭配Q弹的馒头面皮香 阿姨还非常的热心 分享有哪些人采访过它哦 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马蛋 马蛋的外观看起来 就像是放大版的地瓜球 外面裹着满满的白芝麻 内馅是花生 马蛋属于比较有嚼劲的口感 一口咬下去一次卤过 芝麻 花生 整体就是越嚼越香啊 接下来我们要喝的是甘蔗原汁 它那个甘蔗 那个蔗糖香味非常的香 超好吃的耶 喝一杯吗 好渴啦 我们接下来要吃的是这个梁记的水晶汤饺 但我们今天点的是馄饨跟水晶汤饺 我们来吃吃看 我们来吃吃看 好烫喔 超Q弹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肉啊 是很有嚼劲的那种酥肉 水晶饺的皮 没有到很厚 我觉得这是刚刚好的 好 来吃咯 它馄饨很好吃耶 它馄饨里面的肉软嫩 但是不会吃进去就hookie的感觉 而且我很喜欢吃这种 馄饨比很多的 嗯 大家一定要点这个纵喉的 好好喝喔 不管是刚刚的那个炒米苔木 还是这个汤 都有一个很香的那个咸香味 然后都会有一点点那个胡椒香气 好好喝 好酸水喔 够了 一口接着一口喝 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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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够了够了 噢 咚咚 咚咚 咚咚咚咚咚 我们要来买客家糕点 这个菜包很好吃啦 这个 艾草插花粿 里面有干的萝卜石 菜包香 香薄 那这个客家话要怎么讲 产品 锤爆 鋁槌爆 鋁槌爆 鋁是什麼意思 這個愛草的意思 鋁槌爆 它就功盤 這個是安古槌 對 客家話叫功盤 對 你還有推薦什麼 這個是米糕喔 我要我要 米糕要怎麼夾 木跟米糕 黑糖米糕 木就是黑 木 黑木 霧 霧 對 門牙又跑出來 霧 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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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是什麼 這個是碗粿 水斑 水斑 水斑就是這個 碗粿 客家的碗粿是這種的 米南的碗粿裡面有蛋黃 還有肉之類的 那這樣的話我們要怎麼吃 直接吃 直接搭這個吃 像你搭漢堡這樣吃就可以了 好 那你愛芋頭 這個是做的 這個是芋頭 那它叫做芋頭高 對 武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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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門牙 武繁 對 武繁 武 這是武 這是武 對對對 原來如此 謝謝阿姨教我們 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唸 大豐收了 勾勾勾 咪咪咪咪 呼呼呼 大概就這些 加150就好了 好啊 謝謝 而且明天吃都沒有辦法 對 耶 我們把剛剛買到的所有客家小點 還有溫家炸雞 帶來這個公園吃囉 好現在就來為大家示範準備咬雞腿 OK 它外面有撒一點那個胡椒粉 然後 照理說它放在裡面 已經有一點點時間了 可是它的皮還是蠻脆的喔 然後現在來咬一下它的肉 它的雞腿肉很嫩耶 而且它的雞腿其實蠻大一隻的 我覺得很香很好吃 接下來要吃的是 也就是炸菜 這個是紅蘿蔔 它吃起來很像一種甜點耶 香香甜甜的 其實紅蘿蔔的味道沒有很明顯 你很像在吃一個好吃的甜炸物的感覺 我覺得它蠻適合外面加胡椒粉也可以 或是加糖漿也可以 就感覺鹹甜吃都很搭耶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水白 也就是客家碗粿 然後剛剛老闆娘有幫我加他們做的這個醬 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是辣椒醬油醬 水白摸起來好Q嫩喔 真的好吃 是不是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 我可以吃10個耶 是不是 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裡面應該還有那個再來米的香味 咬久一點 你吃到那個米香的味道 吃起來跟台南的碗粿不太一樣 因為台南的碗粿比較扎實 可是它就是有一種水嫩水嫩的感覺 而且你咬到最後會在你嘴巴化開的感覺 然後這個有小豆干菜脯 然後再搭配這個辣椒醬 好香好好吃喔 超級好吃的 妳在其實它菜市場哪裡買得到這個 沒有就一定是要來客家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要 獨奏市場一定要來買許斑吃 許斑很值得耶 超值得的 而且這個上面的那個菜脯壁好香 對啊 好香 我真的很好吃啊 哈哈哈哈 它就是很像那個過年會吃到的那種發糕啊 或者是甜的年糕的那種甜味 口感吃起來會比較粉粉的 跟剛剛鹹的比較不一樣 鹹的就是很像果凍嘛 你咬一咬就是化掉了 可是它會有一點粉粉的感覺 你可以再細細的品嘗 但是也是蠻香的 我剛剛看的時候我就覺得它口感 應該是比較紮實的 沒錯 有芋頭的香氣 因為它裡面就有那個 芋頭在裡面了 如果有吃過 有什麼芋頭籤 其實很像 因為它那個紮實的口感 好吃的芋板 下一位選手是我們的客家米糕 大家可以近看一下它 正面呢 鋪滿了很多的白芝麻 然後 就是很鮮明的這個粒粒分明的米啊 有沒有 好Q喔 我知道買米糕可以訓練你的咀嚼功力 它有這個Q嗎 嗯Q啊 你看它有QQQ 卡古文章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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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古老的墊 下一位我們要來吃的就是我最愛的這個 超哇QQ 嗯 還沒有吃到裡面 再讓我吃一口 它的裡面呢 包菜脯 然後還有蘿蔔絲 然後還有蝦米 然後都是炒過的 然後它也有一點胡椒的味道 它的外面的那個皮啊 是比較有嚼勁的 所以你咬到裡面 跟裡面的料嚼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好吃 很香 而且它一顆不會很大顆 大概就是這麼小顆 攜帶很方便 因為竹洞市場呢 就是一個非常在地文化的市場 所以呢 你來這邊吃到很多東西 都是很在地的小吃 比如說像 碗粿啊 或者是米苔木啊 等等這些的 你一定要來到這裡吃 你才會了解這個東西 原來是怎麼一回事 或許你在網路上有看過 但是你來這邊吃了之後 你就會對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另外我特別想提的就是 我覺得這裡的人都非常的善良 也很熱情 像我們在逛的過程中 譬如說有很多攤位 其實我們不太清楚在哪 然後問 大家都會很熱情的跟你說 啊你怎麼走怎麼走 以及有些東西 我們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麼 或它的客語要怎麼發音 然後呢老闆娘或老闆 都會很熱情的 招呼我們啊 然後介紹我們啊 所以我覺得 這裡的人都非常的可愛 來這邊就是覺得很像 雖然我不是竹東人 但是回來這裡會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就是大家都沒有什麼距離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來過竹東市場 吃過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也想要推薦給我們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呢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今天來到竹東市場吃美食 現在來到傳統的客家喜曲公園 剛剛買了很多東西 吃了很飽肚子很吐 接下來還要吃什麼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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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小雅軒了 我 好